白起POSE来非常专业 今年31岁的安安 长相神似艺人卓文轩 是高雄北漂族 原本职业是平面设计师 但一个月薪水却只有23K 后来只好接案当起model 还30万元学贷 但长时间过劳 也让他罹患低姿态低血压 后来只好接案当起model 还30万元学贷 但长时间过劳 也让他罹患姿态性低血压 之前太平 可能一天工作12 14个小时 我在心跳忽然变很快 可能超过120的时候 我血压会忽然降到60到50 那这种情况下 我就有可能会昏倒 因为真的没办法在酒站 安安只好转为正职设计师 月薪也不过30K 还要在外面租房省吃仅用 才能存钱 同样来自高雄的北漂族 还有这位25岁的Kevin 大学资管系毕业后 北上科技公司当处议员 月收入22K 还被放过五薪假 让他有时候连晚餐都不敢吃 就为了省钱 说离乡背景 后来呆久 我还是会有点心情 就是夜深冷静的时候 还是会自己有点难过 对自己一个人在北部的时候 对后来就是 他提出这个的时候 我自己是有心有气息焉这样 一个麦片 可以充将近一个月 麦片又便宜 然后有饱足感 一杯麦片 对这位花连来的Benson 就是一餐的正餐 目前代替他 还要负担每个月八千块房租 算一算吃麦片 一餐只要三块钱 又有饱足感 成为他剩钱之道 六都的这个劳动力人口 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九 不过如果用求职网站的工作机会 大概是超过了全国的这个八成的一个比例 薪资的部分 确实可能比非六都要高 一甚至有到两成 根据统计 外漂足当中 有超过六成的人都希望返家 但就是因为家乡 产业 薪水结构 没有发展希望 增加忧心 各县市武确问题 使得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年轻人只能不得已出走 徐生方及冠红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